新疆的棉花 中国自己还不够用 这是真的吗? 先说全文结论 第一,新疆棉花有大量库存 第二,纺织业每年要出口大概2000亿 第三,纺织业上下游影响2500万人就业 下面我为你慢慢道来 作为世界最大棉花消费国 第二大棉花生产国 中国2020年度棉花产量约595万吨 总需求量约780万吨 年度缺口约185万吨 其中,新疆棉产量520万吨 占国内产量比重约87% 占国内消费比重约67% 为满足国内需求 中国每年需进口200万吨左右棉花 近年来积极拓展进口渠道 确保国内棉花供应链稳定 我国还建立了棉花储备制度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一起来看几个事实 2020年 中国的棉花产量占全世界的24% 消耗量占世界的33% 缺口了大概200万吨 中国进口棉花45%来自美国 并且进口量一直在增加 但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库存积压国 为什么会这么矛盾呢? 说来有点搞笑 棉沙厂等棉花需求大户更多选择制优价廉的进口棉 国产棉则以政府托市的价格 流入了国家储备仓库 2012年 新疆棉新花库存约为100万吨 到了2020年新花上市前 库存已经有了150万吨规模的库存积压 插播广告 麻烦大家订阅一下 非常感谢 当我们上街大喊抵制HM时 这些小粉红是否知道 HM的衣服是在哪里生产的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国内生产的 当然,面对着满腔爱国热情 改变消费习惯似乎并不成问题 而那些国际品牌在国内市场上所雇佣的从业人员 大不了重新找工作 咬咬牙一些也都能过去 但看看对国内生产者可能的影响 就让人很难轻松了 棉花只是初级产品 这700多万吨的棉花用来仿成沙线 如果是纯棉的话 转化率大致是96% 基本上就是一吨棉花仿出来一吨沙 不过现在的纯棉制品已经很少了 一般都是加入各种化学织物毛料 每年中国的沙线产量大致在3000万吨左右 此外中国还会进口200万左右的各种高等级沙线 这些原材料将会主要用于三个领域 包括服装、家用纺织品产业、成品领域 而在成品领域就开始呈现出鲜明的外貌依赖症状 先看服装领域 每年国内的零售额大致维持在1万亿人民币左右 出口额大致维持在8400亿人民币 出口占服装总量的比值达到46% 家用纺织品领域每年国内的零售额约2000亿人民币 出口额约420亿美元 折约3000亿人民币 家用纺织品的出口占比高达60% 产业用纺织品国内的零售额约800亿人民币 出口约270亿美元 折1900亿人民币 出口占比达到70% 三大纺织、成品行业合起来 占总出口规模接近1900亿美元 出口占总产量的比值约为50% 这意味着支出来的沙纺出来的布 最终会有一半必须要卖到国外 而国内市场只能消化一半 而根据统计 在2018年 国内与纺织相关的各种行业 涉及到的就业岗位大约2500万人 影响到大约2000万个家庭 而这些中国生产商如果必须二选一 那就只能放弃国际市场 当然 现阶段国人还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以后耐克 阿迪达斯等还能买吗 还能穿吗 有人把自己的耐克球鞋一把火烧了拍成视频放到网上 有人冲进耐克的带货直播间 发动对主播的人身攻击 今天被抵制的是衣服鞋子 再下一次变成了水果 下一次说不定变成了汽车 也许一不小心 自己的财产就成了被抵制的对象 到时候只能人人自危 这十几年来中国抵制过日本的商品 抵制过菲律宾的水果 橡胶 抵制了加拿大的服装 抵制了韩国的娱乐和超市 抵制了澳洲的煤炭 铁矿石 可问题是 挥舞着经济大棒和众多国家撕破脸之后 最终目的究竟达到了吗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觉得我的观点不错 请您订阅点赞鼓励一下我吧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